之前半年了嗎? 半年了嗎? 時間半年了,時間半年了 就當我代牆 你快太死菸了 我作業了,跟菸就對了 沒有啦,你不是當我代牆 沒有啦,我因為其實 其實本來我前兩禮拜去台灣就應該要簽約 但是後來因為其實我前一陣子去紐約那兩個月 其實改變了很長的想法 然後想了很多過去做夢的一些事情 包括演戲也好 那其實現在會覺得如果還有空間的話 我不想再重複做夢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就飛了台灣那一趟 就跟要見的公司說很抱歉 因為其實他們老闆都想得很大部分 然後都已經半局啊,什麼都已經簽局 但是我就想說我需要再 因為如果馬上簽約 其實本來當時我去紐約之前答應好了 就是要放長八點 但是我現在想要回答一些事情再想清楚 然後如果我想要再做下一個動作 不想再重複做夢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自己這一塊可以 你清楚之後呢 才去想要跟怎麼樣的一個 環境合作跟怎麼樣去做事情 反正我希望大家想做什麼事情 剛剛想多久嗎 剛剛想多久 大家想多久 反正應該至少明年見啦 應該今天就是... 其實我現在反正就放假的 然後就放到年底 然後到明年這樣 因為今天這個真的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明年是要農你行年過後嗎 至少 我三、四、四 就代產嘛 我跟你講,等進入生完我差不多 還是你要等來生完 事業生完你才贏啊做完業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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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亂講的 我在進入就是好休息好 然後我覺得 因為其實很多人會 我很難去跟你們很確切的解釋說 我都沒有想的是什麼一些 不是講一兩句可以講的事情 但是就是很... 希望自己就是... 不想再重複做一樣的模式 我覺得其實 剛剛做的工作過 那其實我想再做 我希望自己可以更更... 又再... 我覺得那個... 我希望再找到一些 讓我自己更有動力的事情 所以... 但是其實我沒有要說 退出啊、退休啊 或是... 比如說剛剛有一個 有很多人問說 欸你現在都不在麻將定居了 其實這些... 因為以前如果我休息 我當然不在麻將 我整個人就在麻將 但是我之後可能還會去上一間 看到我下來再開下去什麼地方 所以你要去歐洲 對對我現在會... 也會有一趟歐洲 然後下禮拜我會跟 世界展望會 去五年期 因為我覺得休息的時候 就是想做這些事情 然後聽說那邊現在零下十幾度 然後會去... 住他們一家 所以會是一個 非常... 艱苦的旅程 但我覺得就是 趁這個時候做一些這些事情 然後... 也去上到課 然後再上工作之後 我覺得再出來 會比較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個人 對... 對...